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吃虾的人看到煎到金黄的大虾 第一时间当然想捉虾头里面的虾膏 慢着,其实虾的胃囊在头部 里面有很多未消化的食物不应该吃的 要吃虾应该由检虾学起 经常说虾头发虾等于变坏 但其实虾体离开水域之后 性氨酸被酵素快速代溯,变成黑色素 性分和人的头发黑色素一样,自然无去 若果是没有怪味,虾头和身体没有脱离 而且拿起来不会太远,就代表虾依然新鲜 清洁大虾首先要剪去虾尾、虾脚 而虾头部分首先要除去虾眼、虾酥、额角 在剪去额角的洞中,将剪刀放进去 就可以将里面的胃囊拿出来 而清洁功夫最后一步就是挑虾腸 在虾身的第二节插一支牙签 轻轻一拉,就可以将整条虾腸抽出来 又或者在虾背剪开虾肉,将虾腸挑出 白色虾很多家里都会做 但原来都有三大盘条小贴士 柠檬含有的柠檬酸可以凝固蛋白质 令到负蛋白质的虾仁口感更爽口 亦可以去腥味 这样做可以缩短烹调时间 防止鲜甜味流伸 太早下盐,盐份会滲入虾肉 降低鲜味 最后下盐,盐份会停留在虾壳 起到调味作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